博人传,佐良娜想开玩花筒写轮演,佐助小英非常担忧,该来的还是来了。 大家好我是小百科,博人传170话里让我们看到了一个问题,那就是佐良娜写轮演的问题,因为之前佐良娜博人4月被可组织的迪帕所击败。 回到牧野村之后博人和佐良娜都在为了变强而奋斗,博人练习住自己的新螺旋丸,而佐良娜则找佐助训练住自己的写轮演。 168话里佐良娜想找佐助学千秒,而佐助说单勾玉写轮演是无法为千秒做支撑的,并且佐助说通过锻炼的方法是无法开启双勾玉写轮演的。 所以佐助就准备加强佐良娜单勾玉写轮演的威力,而通过一段时间的训练,佐良娜通过单勾玉写轮演已经可以成功躲避开佐助很多苦无的攻击。 而在170话里单勾玉能力已经完全掌握了佐良娜,在和佐助休息的时候出现了令佐助担忧的一幕。 因为佐良娜说在木野图书馆与制播的资料中,能知道佐助的写轮演是万花筒写轮演,所以佐良娜就问佐助该如何开启万花筒写轮演。 结果佐助一脸黑直接站起来转身离开并说了一句那个以后再说,而过来看自己女儿的小英当看到佐良娜,对万花筒写轮演如此向往则和佐良娜吵了起来,其实小英主要是担忧自己女儿的安危。 因为小英知道觉醒万花筒写轮演是要亲眼经历巨大的悲剧和伤痛,所以小英对女儿的未来非常担忧,但是不明真相的佐良娜则被妈妈不但不鼓励,还妨碍自己非常的不理解,最终气跑了。 其实这一点真算是一个大的问题了,从博人船上线佐助女儿人设公布的时候,广大粉丝就在替佐良娜的未来担忧了。 我们都知道写轮演如果开启了万花筒写轮演最终是会失明的,而想解决这一点只能移植别人的写轮演,最终才能消除使用写轮演的副作用。 而目前与制播一族的人只剩下佐良娜和佐助,所以隐约之间我们都能感觉到最终佐助绝对会死。 因为佐助如果死了,不但能帮助佐良娜觉醒万花筒写轮演,并且还可以让佐良娜移植自己的写轮演,这样佐良娜就能觉醒永恒的万花筒了。 不过佐助的人气实在是太高了,如果博人传最终佐助会死,相信博人传的人气肯定也要减半了,所以虽然佐助最终的下场不容乐观,但是除非作者是疯了所以应该不会让佐助就这么的死去。 然而写轮演的设定已经定死了,除非作者会吃书,要不佐良娜就无法觉醒写轮演,虽然牧业村药师都那里还让住一群有写轮演的孩子。 但是如此龙套的角色要是把血轮演换给了佐良娜,那就有点太水的意思了,所以佐助到底会不会死确实是一个很矛盾的问题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